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我叫杨龙 来自河北邢台 对于杨龙来说 儿子乐乐的到来 成为一家人幸福的源泉 而17年前 初为人妇的杨龙 还没来得及享受做父亲的快乐 儿子乐乐就被人抱走了 带着身为人妇的责任 更带着全家人对乐乐的期盼 年轻的杨龙 一个人踏上了寻子之路 而这条路一走就是17年 有请 大家好 你好 请坐 今天来找什么人 我来寻找我儿子来 是被熟人抱走了 只从我儿子丢了以后 我们家里边就再也没有幸福了 这次特别希望咱们节目 帮我能把我儿子找找 找回我们家失去17年的幸福 儿子丢了17年了 当时家里边只没四个 我最小 哥哥姐姐们都早就结婚了 我那时候才18 9岁 我记得在99年的时候 我听朋友给介绍了一个 那时候结婚了 2000年8月20号 儿子出生以后 家里边那种欢乐就多了 没事 这个豆豆孩子 那个抱抱孩子 我觉得有一次我抱起他的时候 我看到那个鞋都磨破了 把那个鞋子脱掉后 那个大拇指上 那个指甲盖都磨没了 我当时真的又心疼又好气 我都在说他了 我说儿子 你咋这么费呢 咱都不能安生活 就在地上来回跑 你看把指甲盖都磨没了 我记得当时我妈在旁边 接了一句 她说没事 回头给我大孙子 给我弄双铁鞋穿上 那就磨破坏了 当时家里边都笑起来了 有孩子以后吧 咋说心里成熟一点 让家里边人都少受点罪 能过得上点好生活 开了个木材加工厂 我记得有一天 我正在家里边忙的时候 我妈从外边回来了 正好领着一个人 她说咱厂子刚开吧 需要人就把它领回来了 当时我说你叫什么名字 她说我叫孙光超 我问她是什么地方的 她说是重庆的 当时看着她 就是一个老老实实那种 本分的人 不像就是说咱平常看着 外星寺挺多的那种人吧 后来我就该说 那先留着试试吧 当时后来她就带我们 木屁厂的那个上班了 因为熟了吧 你看她吃住 都在我们那 你看没钱花的时候 要不是跟我进 要不是从我妈那拿 后来这个木屁厂 做了一段时间以后 反正经验不足吧 后来就不开了 当时我大姐 她在这个上海那边 我说我想去她那边 转转转看一看去 看那边 是不是有更好的机会 多挣点钱 回来让你们都过上 更好的日子 也没有考虑那么多事吧 性格也要强 说完我都背着包就走了 你在上海待了多长时间 在上海待了三个月吧 但是9月25那天 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妈给我打电话了 听我妈的事就感觉 就带着那种哭腔的跟我说 她就说 龙龙你儿子被人抱走了 我当时就问她 我说谁把孩子抱走 她说宋光超 我当时脑袋懵了一下 想 我说不应该 当时宋光超在家的时候 咱对他那么好 吃住都在咱家来 当时确实还不太相信 就想赶紧回去 看看到底是个什么状态 她回去我爸 看着我第一眼 儿子 乐乐被人抱走了 当时我记得 我妈每天都出去贴广告 拿了孩子照片 少女妈拿着 一塌的学生骑士 每天拿着一塌学生骑士出去贴 晚上回来看到我妈 她那个疲惫啊 心里妈特难受 当时我媳妇那个状态 她在这儿做什么东西吧 你喊她 她有时候她都不应你 当时真正看到这家人 成这个状态的时候 才真的体会到孩子丢了 当时我问他们 我问你们都去什么地方找过 他们说案子也报了 刑警队也特别积极地 去找这些东西 但是没有什么结果 我还安慰他们了 我说没事放心吧 宋光超肯定跑不了 我一定给你们大孙子 给你们找回来 你们去找了吗 去了 家里边没人 后来我妈还跟我 就说了个什么 说当宋光超 留这个重庆地址的时候 还留过一个地址 陕西省 西安市 山阳县 就这样一个模糊的地方 我记得我是第二年的 应该是初老正月吧 去了西安 当然在西安那段时间 没有路费了 就找个工地 我记得当时老板 让我推那个 那个垒墙那个灰 杀灰 我记得那次推灰的时候 从地上 插出来一个钢筋 但我把这裤子撕开后 划这么长口子 那口子上那个白肉 都翻出来了 我就坐那 就开始想家了 想我爸 想我妈 想我丢掉的儿子 就想起了宋光超 在我家的时候 我妈对她那么好 吃我们家 住在我们家 没钱的时候 给她钱花 没想到她能这么狠心 对于杨龙来说 儿子被宋光超抱走的伤筒 就像一个 无法弥合的伤口 而这样的伤筒 远比身体上的伤筒 更加深刻 为了能找到宋光超 更为了能早日见到 自己日思夜想的儿子 杨龙只能藏起自己的伤口 在寻子的道路上 继续前行 被宫殿干上一段时间以后 挣点路费了 当时就去到这个 山阳县 到那以后啊 全部都是大山 在一个地方走五六个小时 就没有人 有钱花不出去 平身第一次啊 想到去借宿 长这么大城还没有 敲了好几家吗 出来的老大爷 我说大爷这边有旅馆 说这不天黑了 不找人呢 老大爷 我记得当时说啥说 说妈 别找了 这边没有旅馆 当时大爷笑呵呵的说 没事 在这住吧 当时听老大爷这话 感觉心里会特殊 特繁衣 后来我又 我跟老大爷说 我又出来找儿子了 老大爷说 你一定能懂 当时老大爷给我 给我这一会儿 赶紧 给我心情都特别大 第二天从大爷家出来以后 到了乡镇上 本来是说 给家人们打个电话来 就报一下平安 当时我妈接了电话 我说妈 我是龙 我妈当时可能 停电了一下 就说你爸病了 现在不能吃东西 只能喝点汤 回去以后 我第一眼看着我爸 特别瘦 一开始一百五十斤 后来我到家看的状态 就是七八十斤 身上只剩下一层皮了 看着特别心疼 最后03年4月份 我爸最终的没有成岛 就看到他孙子那一天 我爸就走了 当时我就 拉着我爸的手 我都跟他说 爸 您放心 我一定把您大肃的能找 但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心里边一直在刻画一个人 就好像自己拿着刀子 在自己的心里边来刻 刻谁 刻宋光超 我把他的轮廓 他的眼 他的鼻子 他的嘴 他所有所有都刻到我心里边 那个时候能体会到 什么叫入目三分的那种感觉 与其说我是恨孙光超 倒不如说我是每天在想着他 但是想着他那种痛啊 太揪心了 就在06年 又要了个女儿 但是女儿出生以后 确实也带来很多快乐和欢乐 但是 过了没多长时间啊 越看着女儿就越想儿子 完全不能说 就看着女儿就不用再想儿子那种感觉 完全不能 我当时那个心情啊 就几乎到那种 要去找宋光超那种劲啊 就到一种疯狂的程度了 我这一直以来啊 与其说找人 还不是说一直在找这个人贩子 但是我跟我媳妇跟我妈这么说 我现在就要去宋光超他老家 我要找不着他了 我就住到那个地方 直到把宋光超找到位置 但是我背这个包就走了 去重庆了 他这个案件呢 其实嫌疑人是确定的 但问题在于 这个嫌疑人不知道去了哪了 所以这个孩子啊 迟迟没有找到 因为有些犯罪分子作案之后啊 他是害怕被发现 因为他肯定知道警方 已经掌握了他老家的地址 他的真实身份 所以往往是隐姓埋名 躲在一个角落里 这个确实给公安机关的侦查 也会带来一些困难 我记得是15年的3月28号 当时我们形态警方 我打电话来 说这个宋光超有消息了 当时听到这话 感觉特别高兴 以最快的速度 跑到那个我们刑警队那去了 到那以后 他说你别激动啊 让你看个人 当时就在个电脑屏幕上边 放了15个人的照片 让我认哪个是 把那孩子抱走的人 当时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我直接拿手就把那个照片按住了 一用啥 我怕他再消失了 我记得当时还没你问我 你找他找多少年了 我说时间不长 156年吧 当时呢 你看着我看着我 也说156年还不长 后来警方跟我说了 他小名叫宋光超 户籍上名字叫宋光贤 咱们现在警方有个这个同警官 当时他跟我说 他说 杨龙 你放心 只要有这些线索 所以我不敢百分之百 把孩子给你找回来 我尽我百分之一百二的努力 但说这话感觉 特别爱心 特别感动 自从警方说了这个 宋光超的这个线索以后 后来感觉这么多年 心里头痛快多了 自己后来又开始 开始创业 自己开了个这个机械加工厂 在得到了宋光超的线索之后 压在杨龙心里的石头 终于落了地 他终于可以对母亲 妻子 尤其是已经逝去的父亲 有个交代 为了给家人更好的生活 后强的杨龙再次创业 开启了一家机械加工厂 虽然只有两三年的时间 但杨龙已经把生意 做得有声有色 如今 这一家人距离幸福 只有一步之遥 就是找到失散了 十七年之久的乐乐 我丢了这么多年 我爸去世了 走的时候带着遗憾走 我妈现在也病成这样了 我必须 让我妈妈 见到大孙子 今天你一个人来的吗 我今天我媳妇也来了 来 有请孩子妈妈 来妈妈过来 别哭了 来看我们爱心寻人团 是怎么帮你们进行寻找的 有请苏东 在街道里的报案号 公安部将该案列为 部署案件进行侦办 邢台市公安局刑警支队 打拐大队 派人转身跟踪 指导协调侦办 并成立工作专办 先后多次去往重庆 乌西户籍市进行调查 发现宋光超 他真实姓名叫做宋光贤 在得知最重要线索后 我们对宋光贤 进行了进一步的决查 希望能给你带来一个 好的结果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自从我儿子丢了以后 我们家里面就再没有心情 与其说我是恨宋光超 倒不如说我是每天在想着 但是想着他那种痛啊 太重心了 准备好了吗 为人寻找 为爱坚守 请开门 请开门 我必须让我妈妈 见到他孙子 我必须让他孙子 我必须让他孙子 我必须为了 妈妈 查理你 別討历你 妈妈 查理你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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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 妈妈 妈妈 生了 妈妈 妈妈 生了 生了 妈 妈 生了 妈 妈 生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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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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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樂 和爸爸媽媽到這兒來聊吧 是大兒子 來 我們回去坐下 支持楊龍為高帥 生物學父親的父權指數為 2.70乘10的九次方倍 即高帥就是17年前被拐賣的楊家樂 謝謝 還要多說一句 剛才我們在尋人小片裡看到了 我們刑台警方經過了調查 得到了這個宋光超 其實他原名叫做宋光賢的線索 之後呢 他們也對這個犯罪嫌疑人進行了追捕 我們來看看我們是怎麼抓到他的 去照片 去照片 人家可能沒看見打是吧 這村裡見過這個人沒有 這村子 在村裡見過這個人沒有 三位想太多 跑了 整個按住 對 那村子裡見過這個人沒有 這村子 看她說 還有綜藝 那村子 都不算太多 就摸摸桌子 進來吧 就是從單家把你偷走了 知道為什麼要抓你呗 那個時候我在單家不是做糧器 隨時把它包包出去玩兒 賣糖吃 賣了多少錢 8千塊錢 你花的心裡邊安心嗎 不安心 我是不安心 大家人都對我好 他媽媽也對我好 在家裡住嘛 吃吧 假如你的孩子被人偷走了 還是最信任的人偷走了 你會不會瘋掉 肯定的 肯定會瘋掉 所以他就為這個事兒太後悔了 說實話 這麼多年過去了 你覺得你想對楊龍說什麼 他說是對不起 太對不起了 我們公安機關對犯罪嫌疑人的偵查 還在繼續進行當中 而且我們也得到了更多的線索 他還有另外的五名的犯罪嫌疑人的團夥 然後我們通過進一步的追查 也抓到了這五名犯罪嫌疑人 正是通過這些犯罪嫌疑人 不斷地浮出水面 我們終於找到了孩子的下落 所以今天才能夠幫助楊龍大哥 把孩子找回來 所以非常的感謝我們相關公安機關的 努力工作 謝謝你們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孩子你現在在哪兒生活 南洋 你什麼時候知道自己不是這家的人 前幾天 還是奶奶給他妹妹也來了 來 我們有請奶奶和妹妹一起上場 對不對 我太大了 来 拿着奶奶 拿着奶奶 刚才杨龙大哥说了 爷爷没有能见到孙子最后一面 奶奶就知道了 奶奶 没想到能把大孙子找回来吧 没想到有那一天 能把我的孩子找到 想都想不到这一天 杨龙这个孩子被拐 他是公安部的督办案件 刑台公安机关 在机案攻坚行动中 应该讲工作做得很好 值得各地公安机关借鉴 像这个孩子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 所以他自己不可能去找公安机关 要求采血的 我们要求各地公安机关 第一手就是要来历不明儿童的摸牌 另外一方面 要从拐卖儿童案件的案发现场入手 来顺限追查 这两条办法 总有一条办法能把孩子找到 要想尽一切办法 帮助这些失踪被拐儿童的家长 把他们的孩子早一天找回来 来 杨龙 现在你是这家的主心骨了 带着你们一大家的人 回家吧 好嘞 好嘞 来 谢谢 在公安机关的能力下 杨龙终于找回了儿子 更找回了一家人 丢失了17年的幸福 在此 我们祝福这一家人 能够走出伤痛 永远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一起 与此同时 我们也希望 包括宋光超在内的 六名嫌疑人的落网 能给所有不法分子 敲响警钟 不论他们藏匿到哪里 都终将受到法律的制裁